中共国务院副总李刘鹤正在美国进行贸易谈判,海内外普遍认为北京会做某种程度的让步。 敏感时刻,中共共青团中央官微却,转发一张对比图,将此次中美谈判和清末新手条约,不平等条约签署,现场并列,耐人寻味。 共青团中央官微转发的对比图,网络图片,该对比图发布后,很快刷爆了网络,该对比图中特别划线,一突出两张照片中,对阵双方LDQUO,年轻对苍老LDQUO。 的状况反转,夸赞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年轻和朝气,不过,多数网友转发该图片,却是因为其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寓意,百年前的辛丑条约,被官方定义为中,国进代史上一个屈辱的相指。 而华盛顿的中美谈判,外界普遍认为,北京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下,将采取一定措施。 修正中共的不公平贸易极道,切知实产群行为,就连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都公开承认远意,缩减中美贸易差距。 二者本质上截然不同,共青团将这两张图片并列,显然别有用意。 该图片引发争议后,共青团中央官微,已经将其删除。 争议声中,环球时报官方微博也曾跟进,为共青团中央官微洗地,称其表达的意思,没有问题。 同时,环时官微还加了一点量,但实事求是的说,又测图片中的老人,不是美方谈判代表。 事实上,对比途中,刘鹤领先的中方谈判团队,所面对的并不是美方谈判,代表,而是美国资深的议员们。 据彭博社报道,刘鹤16日会见了,美国参众两院议员,专程听取了美国的担忧,没有提到任何要求。 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表示,与刘鹤会晤了目的,是告诉北京,美国两党在对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。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表示,中共在贸易战中迟早会让步,但是签署妥协协议的官员可能在党内权斗中被扣上脉搏软弱的帽子。 这也是中共自己习惯性煽动民族情绪混绑自己造成的后果。 共青团的举动,无疑是在给前方谈判未果的刘鹤八坑,令其左右为难。 共青团中央发布的这张图片,恰好显示了刘鹤赴美谈判面临的尴尬。 北京当局近期也在贸易战中刻意淡化于美国决议死战的情绪,显然正在试图避开这种尴尬,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。 此前,人民日报曾痛批高级五毛周小平的自主研发春天论,其结果是周小平借助所谓民意支持于官威公开校正。 《环球时报》总编胡锡进也曾一度承认该报的贸易归零论调有些过分,但《环球时报》日前又在力挺共青团中央官威的对比图。 此外,共青团中央官威作为共青团的喉舌,却发布这种依次给刘鹤挖坑的图片,其中反映的似乎已不仅仅是民意,而很可能带有中共党内博弈的因素。 美国之音曾引述专家分析称,习近平如果在中美贸易战中妥协,会在党内面临政治风险,这或许是在暗示中共内部依然按流涌动。 反习势力很可能利用党内外舆论绑架习近平跟美国对阵,再利用贸易战重挫中共经济作为借口反击习阵营。 目前,海内外已经有舆论称,习近平打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,采取一带一路等经济政治对外扩张政策,引发美国警惕运制,大陆一些不理智的宣传道,想激发贸易战等等。 共青团力属于中共群团工作,中共十九大前,归属江派流云山领导,曾经不止一次配合宣传系统给习近平搅局。 习近平上台后多次痛批共青团,并将共青团中央的高层官,远陆续边缘化。 大纪元评论称,从王力军出逃爆出的内幕来看,江泽民集团最大的恐惧是其镇压法轮功,特别是活摘器官的罪恶遭到清算。 因此只要江泽民不倒,中共内部发生政变的因素,就一直存在。 除此之外,习近平的反腐高压,不但截断中共上下贪婚的财路,也让其人人自危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中共官员懒正乱作为,看高层笑话,甚至顺手给不利高层的舆论推波助澜。 以示观常常态,唐靖远分析说,习近平任命刘鹤为特使出访,事实上已经为此次谈判的结果部分被输。 如果刘鹤谈判失败,习近平恐不得不承担一部分责任,这显然是等内反习势力乐于见到的。 给刘鹤挖坑等于给习近平做局,谈判,让不了会有卖国罪名,谈判不让不择,有引发贸易战令,大陆经济受损的罪名。 任何妥善处理,对习近平团队将,是不小的考验。